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上节课呢 我们已经学到了if的几种形式 那接着呢 还剩下最后一种 就是我们的if的欠套语句的一个形式 那说到欠套呢 其实呢 我们说在if中 在这个代码段中 你可以写任意的代码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再写一个if语句 其实呢 你是可以无限的去欠套下去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就可以证明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来一个if小线2 那接着我可以来写 判断一下 if username等于等于king是否为真 如果为真的话 执行为真的代码段 else执行为假的代码段 接着如果为真的话 再来判断一下 $sex等于等于男 如果为男的话 我们干嘛 else我们再干嘛 那接着我们再看 如果是男的话 我们再判断一下年龄 if dollars age 如果大于18 小于18 我们干嘛 else我们再干嘛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来看 那现在来看 用到了这个sex 用到了username 包括用到了age 我们可以定义一下 username等于一个king 那sex呢 等于一个男 再写成一个age 等于一个20 那现在如果小于18的话 我就echo一个 你好 king先生 king同学 小于18 else呢 我们就echo一个 你好 king先生 这样的形式 那如果说不是男的话 我们接着走else 同样的也可以判断一下 if dollars age 如果小于30的话 我们干嘛 else我们再干嘛 首先不是男就是女 我就给echo一个 你好 你好 king小姐 小于30的我们都叫她小姐 就可以king小姐 那else呢 如果大于30的呢 我们就可以叫一个 你好 king女士 好像女士呢 和小姐应该是一样 我们叫一个king夫人 就这一个意思 那接着你看 你可以无限的 这样嵌套下去 是可以的 同样的 你还可以再往下来嵌套 是一样的效果 如果不等于king的话 我就echo一个 this is a test 这样的形式 其实呢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具体的应用呢 我们还得到实地的案例中 才能看到 来看一下 if小线2 来一个header 这时候呢 会出现一个 你好 king先生 因为呢 正好名字是king 性别是男 年龄是20 接着把它改一下 写成一个女 你看到 你好 king小姐 因为年龄这一块 它是小于30的 接着把它变成一个50 应该出现一个 你好 king夫人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现在你看到 这是一种if嵌套的形式 也就是在我们的一个代码段中 你可以写 this is a test 同样的 你还可以再写一个if 包括你再写成一个 对变量负值都可以 你说写成一个 接着又碰到if的情况下 再来判断这个条件 是否为真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说 不论嵌套多少层 只要知道了if语句的一个流程 它是怎么走的 就没有问题 同样的 你可以在这里面再无限的去嵌套 或在这再嵌套 if dollars addr等于北京 假如是北京的 我们可以echo一个 首都 人民 这样的形式 else呢 我们再echo一个 echo一个 全国人民 这样的形式 那现在你会看到 又多了一句 你好 king夫人 全国人民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现在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这个addr 它是一个空 空等于等于北京吗 不等于 所以说会出现一个else 全国人民的一个形式 那接着我再稍微变一下 写成一个kinge 那首先碰到if的时候 记住 首先拿出这个表达式 看一下表达式的值 是否为真 那如果为假的话 会走else之后的代码段 还有就是大家在写的时候 一定要是成对的来写 要不像这种 比较多的情况下 你会找不到 它的结束标记 所以说写的时候 成对来写 接着会出现一个 less is a test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其实呢 这也是我们这种 if牵套的一个结构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种形式 来看一下就可以 以后呢 还会经常的使用到 等我们到具体的案例中 我们再来分析 如何来使用那种 牵套的结构 这样一个形式 好 那这节课呢 主要就讲了 这样一个f牵套 下来之后 大家把这个练习一下就可以 那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